大家好 歡迎收看外交短評 北約秘書長斯托爾·騰貝格2月1日說 中俄合作不僅對亞洲 而且對歐洲構成挑戰 他呼籲印太地區與北約加強合作 以應對來自中國的威脅 對此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回應記者提問時說 中國始終是世界與地區和平穩定的維護者 這一點是有目共睹的 有關方面不應該刻意渲染威脅、挑動對抗 斯托爾·騰貝格1月30日從韓國抵達日本 2月1日他在東京一間大學發表演講時說 俄羅斯與中國走得更近 中國的國防投入和先進軍事能力表明 中國對北約盟國構成挑戰 安全不是區域性的而是全球性的 他還說北約需要確保有朋友 並且說要與他們在印太地區的夥伴 更加緊密地合作 但斯托爾·騰貝格同時又說 北約不將中國視為對手 不尋求對抗 北約將繼續在氣候變化等共同關心的領域 與中國進行接觸 斯托爾·騰貝格和日本首相 岸田文雄1月31日舉行背談 同意加強雙方在網絡空間、太空、國防 和其他領域安全方面的夥伴關係 斯托爾·騰貝格還說 除了日本之外 北約還要加強和澳洲、新西蘭、韓國 在海上網絡安全等領域的務實合作 並且會加大領導人和部長參加北約會議的力度 2月1日外加部力行記者會上有記者問到 北約秘書長斯托爾·騰貝格結束對韓國、日本的訪問 在訪問過程中他在多個場合都提及到中國 說中國對於規則開放民主的國際秩序 進行專制反擊 中國發展出可以觸及北約國家的軍力 並且威脅台灣 北約必須團結和堅定來應付中國的安全威脅 還說今天發生在歐洲的事 明天可能發生在東亞 中方對他這次的訪問和言論有什麼評論呢? 外加部發言人毛寧就說 這幾天中方多次就北約相關的問題表明了立場 北約秘書長訪問韓國、日本 但卻言必稱中國刻意渲染所謂的中國威脅 以意識形態劃線挑動地區國家關係 他的意圖令人警惕 毛寧又說中方致力於維護世界和平穩定 不搞地緣爭奪、無意挑戰、威脅任何國家 亞太和平合作穩定繁榮的局面 得益於地區國家的共同努力 亞太不歡迎冷戰思維、陣營對抗 北約應當深刻反思 他為歐洲安全到底發揮了什麼作用 不要搞亂了歐洲還企圖搞亂亞太和世界的 他還指出北約一面聲稱 他作為區域性、防禦性聯盟的定位沒有變化 一面就不斷地突破傳統防區和領域 不斷加強與亞太國家軍事安全聯繫 渲染中國威脅 有關的動向應該引起地區國家的高度警惕 此外 毛寧講到日本首相和北約被輸搶 發表聯合聲明一事時就說 中國始終都是世界和地區和平穩定的維護者 這一點是有目共睹的 有關方面不應該刻意蒜染威脅、挑動對抗 日本的軍事安全動向一直備受亞洲輪郭和國際社會關注 日方應當認真吸取歷史教訓 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 不要做破壞地區國家間相互信任 損害地區和平穩定的事 北約傳名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從明稱上定性應該是地域性很濃烈的組織 涉及的地域是北美洲和歐洲才對 而事實上它是歐洲、北美洲國家 為實施防衛合作而建立的組織 擁有大量的核武器、常設部隊 是西方的重要軍事力量 二戰之後西方陣營在軍事上實施戰略同盟的標誌 是以美國、英國、法國為首的歐洲防務體系 可以說是冷戰產物 與前蘇聯的華沙公約對抗 隨著蘇聯解體 北約就有了新的使命 就是不斷東擴 俄羅斯總統普京不能忍受北約東擴到門口 終於爆發了俄烏衝突 北約現在不僅要東擴 而且直接踩到了亞太地區 背後就是美國協助北約的軍事聯盟的震懾力 來到亞洲聯合更多的盟友 進一步圍堵中國的戰略 為了抗衡中國影響力 講了一年多 美國終於重開駐所羅門群島大使館 當地時間2月1日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宣布在 所羅門群島首都霍尼阿拉 重新開設大使館 這個大使館此前已關閉30年 現在已在1月27日正式開館 布林肯說未來將向這個地區派演更多外交人員 並且進一步加強與太平洋國家的接觸 路透社《英國衛報》就分析說 美國在這個地區加強外交力量 志在抗衡中國的影響力 根據美國國務院網站發布的消息 布林肯在宣布重新開設駐所羅門群島大使館的同時 還說這樣象徵著兩國關係的更新 並且強調了美國對雙邊關係 所羅門群島人民 以及美國在印度太平洋地區夥伴關係的承諾力量 布林肯又說大使館的開館 建立在美國國務院努力的基礎上 他們不僅要整個地區派著更多外交人員 而且還要進一步與太平洋鄰國接觸 將美國的專案和資源和當地的需要連提起來 並且建立人民與人民之間的聯繫 布林肯說 拉塞爾科莫將繼續擔任大使館的臨時代辦 科莫此前已經在2021年10月抵達所羅門群島 根據英國《衛報》的消息說 科莫在2月1日的一份聲明中說 大使館的重新開放 是美國加快建立永久設施 和部署更多外交人員進程的第一步 他說 大使館是美國對這個國家和地區承諾的持久象徵 美國將基於民主、人權和法治的共同價值觀 和所羅門群島合作 另一方面 在霍尼阿拉的街道上 人們對於美國大使館的重新開放有不同的反應 當地藝術家薩拉就說 這是改善外交關係 並且朝著正確方向賣出的第一步 這對所羅門群島來說是好消息 同時薩拉希望美國將加緊努力 清除仍然散落在所羅門群島海岸上 美國和日本所遺留的幾噸未引爆彈頭 這些彈藥主要是在二戰期間遺留的 不過50歲的霍尼阿拉居民巴納就表示 他對美國重新設立大使館表示讚賞 但卻擔心這只是這個地區地緣政治的一部分 值得一提的是 根據聯合早報消息 所羅門群島總理薩加·阿雷 並沒有出席美國駐所羅門群島大使館的重啟儀式 但所羅門群島外交部常任秘書長貝克說 所羅門群島政府和人民歡迎美國 重啟駐霍尼阿拉大使館 儘管布林肯將重新開放大使館的決定 形容是促進兩國關係的發展 不過路透社、英國衛報等多家媒體都分析 這樣做是志在抗衡中國在這個地區的影響力 事實上美國對於所羅門群島的關注 最早在去年就開始了 去年4月中所正式簽署雙邊安全合作框架協議 雙方將會在維護社會秩序 保護人民生命和財產安全 人道主義援助、自然災害應對等領域展開合作 致力於幫助所方加強維護本國安全的能力建設 自在促進所羅門群島社會穩定和長治久安 但是這份港同名不針對任何第三方的協議 就引發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關注 引起了他們的警覺 新西蘭的總理說嚴重關切 而美國的高官就事隔多年再度出訪這個國家 澳洲的情報負責人員親自登門要求擱置這份協議 澳洲媒體不僅僅炒作所謂的涉及文件 試圖挑動中所關係 甚至宣稱應該入侵所羅門群島推翻政權 中國外交部回應美國重開使館的時候就說 中方對於各國和太平洋國家發展關係不持異議 中方願意和有關各方一起發揮優勢 形成促進島國發展振興的國際合力 中國無意和任何人在太平洋島國地區比拼影響力 也沒有興趣搞地緣爭奪 聽起來中國外交部的回應似乎很平和 其實是一種自信的表現 第一 美國搞了一年多的大使館重開 所羅門群島的總理沒有特別給面出席 已經是一個政治信號 第二 美國駐當地大使館的初次規模很小 只有一名代辦 幾名的美國國務院工作人員 和少數當地僱員 美國的政治生態 促使到總統很難找到 有政客願意到南太平洋的小國做大使 所以開展工作並不容易 第三 已經升任了中央外事辦主任的王毅 去年在南太訪問的時候曾表示 中美之間會有競爭 但不應該是惡性競爭 中方願意公平地比一比 誰將國家治理得更好 誰能夠為世界作出更多貢獻 中國人有這種信心和底氣的 等候 石樓台已經簡化了訂閱流程 不用驗證電郵 想付去訂閱石樓台會更加方便 我們也優化了視頻課放棄 網速比較慢的時候 也可以看得流暢些 如果有任何關於訂閱 或者使用的問題歡迎你們聯絡我們 你又可以在香港辦公時間 致電3181-3890 或者用畫面上這個地址發電郵給我們 石樓台有很多獨家內容 例如10分鐘看中國是其他媒體 比較少講的中國新聞時事分析 石樓台歡迎全球觀眾訂閱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力部 去巴士力部的網站就可以找到石樓台 希望你們也支持巴士力部 訂閱石樓台 多謝大家 再多謝大家 5個月 又不再 還放快 使用 要好 在